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不要这样讲 我好难回答 傻傻爱你 傻傻爱我 我的票捐出来 这是蓝正龙首部指导作品 编剧是由金钟奖 最佳编剧徐玉婷 打造的剧本 电影是 喜憨儿的视角 看世界 电影将在11月1号 明天上映 那我们要送三位听众朋友 每个人两张电影交换券 使用时间就是这个周末 1 2 3 11月 1 2 3 3天 全台首轮上映戏院都可以使用 扣音电话 0 2 8 3 6 9 3 3 9 8 8 3 6 9 3 3 9 8 好 开始打 傻傻爱你 傻傻爱我 现场是刚刚有插花的 东海大学跨领域日本区研究中心 主任 陈永峰教授 日本天皇 上个礼拜 怎么了 你好 你为什么一直跟小玲比手语 你们两个在干嘛 我们两个是好朋友 我一直关心他选给谁 好奇怪的来民跟DJ 把主持人晾在旁边 你们天皇上 什么我们天皇 日本德仁天皇即位了 他们两个在那边 站在那个轿子 那个轿子 神轿嘛 里面 真的很像假人 真的很像人偶 穿那个传统日式的大礼服 他们说这个日式的大礼服 是从平安时代 就穿这样 就是中国的堂左右 是啊 所以要看中国的堂 必须到京都 必须到日本去 所以他这个装束 这个就是千年都没有改变 因为不敢改 这是边缀的特征 学到了时候不敢改 以为中心没有改 那那个皇后的 她是叫皇后吗 对叫皇后 皇后的那个发型啊 那个很大一个那个也是 全部假的 重达十几公斤 你没有机会试试看 不然你可以穿 那很累 十几公斤 那真的很累 而且要走路 因为他穿成那样 然后打扮他的头啊 什么那样 那个人基本上 你就没有办法动 就变假人了 对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动 穿成那样根本没办法动 非常像道具 对啊 而且站在那里 你看看中国的东西 就是大概 随堂左右的东西 非得去日本不可 你的好朋友去拍电影 不是就这样 你每次都要再讲 吼导一次 电影就已经 那个这么久了 现在打片 你要拍念影 娘 你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京都拍 对啊 他去京都啊 你可以去看一下 高台市 高台市很好 那那个 那个 我还 他分开呢 就是说 他爸爸卸任 跟他继任 是分开呢 为什么没有 那中间没有天皇啊 有天皇啊 但是现在的天皇 也还不是变成 还不是真的天皇啊 要到下个月的大长纪 大长纪是把天皇 从人变成神的一个仪式 或者是祭祷 大长金的大长哦 大是大小的大长 是 哪个长 长室的长 吃的意思 吃的意思 对哦 大长 无长的长 不是不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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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 长室 长室 哦 taste taste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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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尝尝看 哦 大长纪哦 然后整个晚上都在吃 什么意思 那是 整个日本是一个祭祷 是一个 呃 什么叫 对于天皇 天皇家 大长纪是祭祷的祭 祭祷的祭 那么那个祭祀 马子里有两种意思嘛 一种就是祭祀的意思 另外一种就是节庆的意思 那会报道出来吗 呃 以前有人进去 有文化人类学者 宗教学者进去做了完整的观察 所以他是在宫殿里面 叫折口信夫 呃 曾经做了 也有文字性的 的的记录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那个是在干嘛 他为什么 他爸爸卸任 跟他继任 中间差那么久 因为这次比较特别嘛 虽然以前发生过 就是生前退位 各位已经忘记这个词了吧 我在节目里面也介绍过 本来是 要做到事 本来的天皇 过世之后 才会有新的天皇嘛 所以就一边办商礼 一边办旧旨典礼嘛 中国的皇帝都是这样 也是如此 不一定是这样 但是也是如此 大部分是这样 英国也是这样 皇室都这样 这一次是 已经知道哪一天要退位 然后会有新的天皇 既然知道 为什么没有早一点 所以都已经准备好了 反正无所谓就对了 今年的五月的时候 即位 他们有看日子吗 日本人不太相信这件事 但是问题是旧的风水 比如说你看到了京都 建筑上的风水是存在的 但是晚禁越来越不太重视这件事 日本人不重视 不太重视 OK 因为比如说 我们的商礼之后不是 我们叫看风水嘛 就是埋在哪里 但现在比较困难 就是说我们要看日子 我的意思是说 他的那个即位 这种有没有看日子 对 必然是有嘛 真的吗 工内厅会处理这件事 否则为什么是11月22号 或再来的大上帝是11月 对有他特定的 然后本来就是退位的日期 那个倒是非常政治性的了 因为刚好弄在5月1号 为什么 有一个转换期 因为4月日本又大部分在放假 刚好上次放了一个十几天的联休 日本历史上第一次 放了一个十几天 为了那个转换 所以现在去日本 很有令和元年的feel吗 整年都有这种feel吗 就到处都有在 而且总共只有7个月 只有5月到12月 5月才开始 令和元年是只有7个月而已 明年就是令和2年 对 所以他们的毕业典礼 他们的毕业典礼 不是3月23号的前后 不管是博士硕士 或是大学部 所以令和元年没有毕业生 因为已经过了那个 毕业典礼的季节 所以要到令和2年 是第一次拿到 令和毕业证书的人 明年的3月 5月以后生的baby 是令和时代的 令和时代的小孩 5月1号第一天 虽然4月已经知道 要叫令和了 所以你看非常人工型的 因为是退位的 生前退位的关系 所以非常多的事情 都在准备里面进行 所以本来应该是 我刚刚讲了 国伤跟新的天皇同时出现 但是现在全部是 清一色的 完全是祝福的 好的气氛 庆祝的气氛 然后那个就是全国的 不是全国 全世界的首领们 首领们 元首们啊 或是政要们 代理 元首们跟政要们 都有去参加他的庆典嘛 对 对不对 对 可是在新闻上面 就看 因为他的那个典礼的 所在地方很 就皇宫 就是那个仪式 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 这些政要在哪里啊 总共186国的人去 然后2000人 在外面 某地这样子 隔一天的所有的报纸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官礼嘛 看得到吗 根本没有在现场啊 有一个场所让他们 对不对 就外面嘛 在皇宫里面 对不是在现场里面 现场有一些人进去 对啊 没有全部 像英国的话 他就会在西门寺啊 所有的人都坐在下面 西门寺坐在下面 那因为他要那个 某个什么 他们要大主教那个嘛 那天下大雨 22号的时候 下大雨 对 下好大的雨哦 超大雨 东京 非常非常大雨 没有台风哦 台风 对对对 前面有台风 后面有台风 那这样子是 没有台风 这样子是好还是不好 这样子是什么争招 后来出现了彩虹 日本没有讨论吗 出现彩虹哦 雨停了之后 但是隔天啊 感觉很吉祥 最大的事情发生了 整个千叶线淹水 那就是成田机场 我是不晓得你要用成田机场 还是雨天机场 不是哦 你是用关西机场 呵呵呵呵 成田机场大淹水 我很大 哦 周边 然后电车进不去 出不来 所以又又封锁了一下子 所以整个东京 那么多那么多国 东京会淹水哦 淹水淹水 东京有一大部分本来是在海里面的 低于海拔 因为它靠近东京湾是不是 淹起来的部分 啊京都会不会淹水 京都不会 为什么 但是也会有啦 京都是一个盆地 对啊 京都是在内陆 很像台北 不靠海 那亚川氾濫的那种击路也是有的 哦 只是说我们不太容易清净淡水河或吉隆河 但是京都人跟鸭川是完全合在一起的 因为我们可以去三不计较 因为我们组很高的堤防啊 怕海水倒灌 所以表示他们没有很高的堤防 虽然也会也会淹出来 哦 因为它不像台湾在海边啊 而且日本不太下大豪雨的 所以这一次千叶不过一百公里左右的雨而已 虽然已经是大雨了 但是没有办法对应 而且死人 我们下大雨死人的机会比较 当然有 但是比较少见 他们一下就死了三四十个 哈 三个礼拜 东京啊 两个礼拜 周边 东京周边 然后你看 有186国的 怎么会这么严重 日本的 的庆祝团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这个 然后2000人 2000人去参列 这里面有谢长廷先生 对啊 他很得意 他有意义 说给大家听 他有意义 他很开心 这样子 对 186国里面 有一国是台湾 他写陛下 都是旧旧的 日本的这个汉字 还是用陛下 你完全看得懂 所以 陛下即位 只有这个字不知道 宣言 那个是住词 内外总共1999人 这是故意的吗 只有独卖新闻 那样等 其他的报纸 包括 朝日 都写2000人 都是2000人 为什么会这样 怎么应该是邀请2000某人 没有去吗 可是独卖新闻 怎么会算得那么清楚 我们知道 为什么 对啊 每一个报都写2000人 每个报 所有的报 五大报 我全部都买了 通通 天皇陛下 天皇陛下 既位之礼 天皇陛下 虚似虚位 只有独卖写 1999人 我本来要查证一下 这件事情 后来觉得蛮无聊的 有必要吗 是哪一个人没去啊 让他们知道 然后是真的1999 而且登在第一页 故意登在第一页 所有的报 其他的报都没有说这件事 你看 而且第一行 应该是他们的独家 只是说这种独家有意义吗 像我就会特别注意啊 日本人没有很八卦 不会去想说是谁 因为今天刚好 把日本所有的大报 全部都带来了 这你自己在台湾订的 没有 我在日本买的 那天23号 隔一天在 你在日本哦 你那天在日本哦 对 20号 22号也在 虽然没有碰到大水 所有的报纸的第一页 都不会有一般的广告 只能卖书 只有书籍的广告 你很在乎这件事 所以要特别讲一下 在台湾 在台湾头版的广告乱登 有必要的有意见到你 对 非常非常有 通常是大家会在乎一下 头版广告的那个品质 所以你看他们宁愿 宁愿放弃这样的广告的位置 也不乱登啊 对 我们经常会有乱登的广告 选举到了更是如此 选举广告啊 都登选举广告啊 有互相攻击的 也没有名字的进来也可以登 当然有人付钱 但是不知道是谁登的 那种广告也有 对像这种 的确 确实不行 报纸应该不能让他登的 对 报纸是公器好不好 对 不是有钱就可以买的好不好 不然我每天都买头版 我每天都买的 不好意思 你要干嘛 跟小林聊天 哇塞 在报上聊天 所以假设我 我做这种 这个够霸气哦 对吧 这样有富豪 假设我做这种 无聊的事情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深深的意识到 我不过在跟某一个人推特 但是我买了报纸的头版 让你们看不到 其他的东西 这件事情本身有问题 对不 那不过就是有钱而已 所以如果有钱就可以买到 头版的广告的话 这件事情不正常 对 那日本排除了 太廉价了 日本确实排除了这件事 比如说你有钱 但是有很多东西是买不到的 还有另外一个 刚好讲到天皇 顺便可以讲一下 天皇没有钱 但是谁杀了天皇 都没有办法当天皇 所以天皇这个位置是买不到的 或很多的位置 那封建主义仍然残存的地方 非常是如此 英国也很像 对 英国有很多超级市场俱乐部 你进不去吗 超级市场 特定人使用的 俱乐部你进不去吗 很多俱乐部 俱乐部是关起来 日本很多店也是啊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 对对 里面在干嘛 你不知道啊 明明是盈利事业 这种美国也很多啊 有钱人 早在所知 不过我们台湾的话 是倾向进去不用钱 日本的台风没有 台风不是都有取名字吗 他们用号码 可是他那个名字是不是全部通通全世界都用那个名字吗 那边比较合理 所以他是今年的第十九号啊 造成大灾害的 第十九号 对啊 因为我看他日本的报纸怎么都没有写台风的名字啊 都只有写第几号台风 我们也是有第几号台风 但是我们都会写名字啊 我们那个第几号是学日本的 用日本的边 就是今年夏天开始发生的第一个台风 但不一定是夏天啊 更早的时候也有 就今年度假设20 今年的台风季大概结束了吧 所以大概就没有了 明年2020年的1月1号开始 现在才十月底十一月初还可能有 还有可能 现在就有一个 对在行程中 对这个是21号或22号了吧 如果日本的报纸的话 22也许吧 好 那那个天皇即位还有什么 要跟我们那个解说的吗 或分享的吗 最重要的 我们看不懂啊 你要问啊 你是主持人 你要问 我已经尽量问了 你问什么我就答什么 还有我们没有问到的吗 要看你的想象力啊 好难哦 不过刚好那一天了 那有什么国宴吗 有有有 国宴吃什么 对厉害厉害 吃非常简单的 类似你 而且都是冷的 有进去的人都会把照片拍出来 就是这些政要元首们吗 对对对 而且分批哦 不是一次 吃了三天还是四天 所以黄 一千九百九十九人的饗宴 不能一次吃哦 没有没有 没有地方容纳 没办法准备好不好 厨师们 厨师们 没办法准备 而且真的是 要是在印度就有办法 在大陆有办法 在日本没办法 所以我也在想 那场地的问题 分了三四天 是哦 才吃完 已经吃完了 上个礼拜 我回来他们就吃完了 哦 吃些什么 吃些什么 寿司 有日本式的鱼米 很简单 你一定吃不饱 我看 我看那样子 一定吃不饱 怎么可以这样 全部是日本产的东西做出来 就是一个餐盘这样 一个便当 一个我们说的便当 就一个便当 因为那便当那两个字是日文 我便懂 便当那两个字 就是一个豪华便当 你要说豪华也可以 说不好华也可以 应该豪华吧 不好华 然后有酒 清酒这样子 重要的是吃到 吃到而已 跟 就是吃到而已 跟天皇皇后一起吃饭 这样 所以每一团他都有在 对对对 所以天皇皇后一定都都在 然后天皇皇后也 可是一个便当一下就吃完了 通通一样 通通一样 所以有会话 交谈 所以是外交场 那就一次就上完了 不是一道一道一道上 一个一个便当 就上完了吗 当然有酒 有日本酒跟 有日本酒跟 wine 两种 还有水 还有甜点吗 三个杯子 有甜点吗 有 应该要有甜点吧 日本 那叫 核果子 核果子 厉害 很难很难 你看我 讲到日本 我都很不熟 有的很甜 然后日本茶 电视节目里面都有报道 每天 上个礼拜在日本 全部都 吃很久吗 吃一个晚上 两个小时 然后又吃不饱 规定两个小时 然后大家结束了之后 就赶快回饭店 再吃东西 晚上又去居酒屋 另外我想到的是 类似这一类的 国际性的聚会 频繁 日常性的在日本举行 日本的外交系统 外交官 有非常多的练习的机会 不然你单单想一下 有186国的 接近于元首的人 来到台湾 台北的时候 请问我们的外交部 有帮他处理吗 这是练习的问题 这是练习的问题 要怎么动员 还有警备 安全 饭店的处理 吃的东西 交通状况 像这种国宴的话 负责的厨师 或者是负责的饭店 或餐厅 不就会很有名 有啊 不是啊 全部是工练厅里面 人负责啊 所以在人手 完全不够啊 训练 也有以前啊 就是上一个时代 上一个时代是平成嘛 平成 平成31年前 也做过差不多的事情 那现在去日本 有很多这种 令和元年的纪念品嘛 对对对 就到处 优优独都可以买 那你有必要买吗 我不知道啊 有必要吗 就是他有没有做的很可爱 或者是什么 就令和 就买了之后就后悔了 因为一直令和 一直令和 一辈子都是令和 什么时候结束 你也不知道 不过你可以纪念 天皇几岁啊 新的天皇 59还是60 59 现在 59 59岁即位 他看起来还挺年轻的 挺娃娃脸的 他的太太 1965年生的 1965年生 现在几岁 54 55 差不多 那个年纪 所以他差不多60岁 那本来有鱿鱼症 现在就好了 笑得像花一样 真的 当皇后就好了 应该就是到了 人生的最上面了吧 在宫廷里面 有报导就是说 因为他以前 因为他的志愿 是当外交官嘛 他当了外交官 对啦对啦 就是说 他本来是想当一个外交官 可是他很 因为他就嫁给天皇了 所以他现在当了皇后之后呢 当然就有很多的外交工作啊 对不对 然后所以他就 如鱼得水 因为就是他喜欢的工作 但是之前做的事情也一样啊 只是上面还有皇后 还有其他 就是啊 不是差不多 有差这样吗 没办法工作 休息很久 不知道个人的问题 然后他们除了这个 日式的大礼服之外啊 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穿 非常西式的宴尾 就是非常正式的西式的礼服 还有这一次很大的报导 这是额外的报导 安倍晋三的太太 当然也出席了这个店 怎么了 结果穿 穿 穿错 理路上很多人觉得 他应该穿和服才对 而且他其他场合也穿了和服 结果硬生生的那一天 露了小腿 还有 大腿一点点 就是 穿这么短的裙子 就是你们女生的话 应该就是坐下 坐在椅子上 裙子就会在膝盖上 然后因为他在正中间嘛 他怎么会穿这样 然后旁边好像是 查理斯 英国那个 查理斯王子 查尔斯王子啦 就是女皇的儿子 老的那个啦 不是威廉王子 再来的王子 戴安娜的前夫啦 再来的可能的国王 好像会跳过他 然后上一次的话 有可能会跳过他 平成的时候是戴安娜王妃跟 跟他 跟查尔斯王子 到日本 所以他这一次是第二次来 所以他就很轻松了 那不是很奇怪吗 怎么会一个这么正式的场合 他居然穿窄裙短裙 对那个报导被一直被 隔天就一直在电视上出现 他怎么没有穿礼服呢 批评的多 但是也是礼服啦 也是设计过的 但是那一件事情 那一件衣服之前 不是你穿短裙就不叫礼服了 那一件那一件衣服之前穿过 就在其他的场合 而且还穿过 对对穿过 他还没有特别为这个订一件衣服 对啊 对啊 好奇怪哦 所以如果括号 这样也是一种庶民的精神吗 下面的话不要播出 虽然是现场 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是郑立文 在我们现场是陈永峰老师 在跟我们谈的是 日本天皇即位的这个大典 那当然是全世界的盛世啊 就刚刚讲到就是说呢 这个没有想到安倍他太太居然穿了一个小礼服 不是大礼服 就是裙子很短的那一种 那你看 比较短啊 没有很短 各国的皇室 那样算很短啊 真的 只是说那个服装 那个fashion的评论家 电视上的 隔天早上一看 确实有人 有人批评 觉得不应该在那种场合 穿这一类的衣服 本来就很不恰当啊 他好怪异哦 而且他大概 哪里有人这样啊 大概他当首相夫人的期间里面 也只有这一次 天皇的即位典礼而已 对啊 很多人首相任内不会碰到这种事 他很奇怪 他是哪里有问题 也许强调庶民性吧 但是问题 他老公完全不是庶民啊 爷爷都当过首相 俗公也当过首相 他自己本身呢 他是大企业的女儿 森永牛奶 我有喝过啊 我小时候森永奶粉 森永 莫尼拿大台湾有卖啊 森永牛奶粉 对啊很有名啊 那个大企业的公主 的公女儿 哦是哦 日本的政治人物的家庭 很喜欢跟大企业家的女儿结合 像那个旧山游济夫的妈妈 就是Bridge Stone 卖轮胎的石桥轮胎 Bridge Stone 我的车也是用那个 的 的 的 天津呢 对 全部 这种很多 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说除了政要之外 当然全世界的皇室都会来 嗯 对不对 你刚刚讲到了像英国啊 比利斯 啊这些我通通看 因为看不懂字 尼泊尔 尼泊尔的皇室 泰国应该也有去吧 有有有 然后像这种欧洲的皇室 都有去 嗯 然后美国也稍微降格了一下 赵小兰去了 交通部长 本来是潘斯要去 哦 本来已经预定好了 中国的话是王岐山 嗯 事实上的老儿 对啊 就第二把 事实上 二把手 名义上不是 事实上 实质上市啊 去参加这种典礼 嗯 哦 所以确实是非常大的外交行动 所以我说这个不是什么宗教典礼 嗯 嗯 也不是什么世袭的王室的的王室的的的仪式 嗯 确实是完全现代型的的政治活动 嗯 那刚好那一天 嗯 中国时报的 又是你的好朋友 你的好朋友超多 陈勤富先生 哦 跟我联络 要跟我要搞写 天皇的事情 哦 所以隔一天 24号就登出来 在中国时报 各位有兴趣 可以去看一下 写得非常清楚了 对于天皇 重点是什么 不要叫我自己去看 不能讲跟我听啊 不然找你来看 现在又是讲给大家听啊 重要的是 日本的天皇 确实是道具 你可以直接把它当成机器人 就是很像哦 摆在那里 完全的机器人 但是非常好用 所以非常 世界上非常多的地方 很羡慕日本这种状况 可以把权威跟权力完全的分离 轻松的分离 所以安倍昭惠 现在的华士都是这样 皇室都是这样啊 英国也是这样啊 但是英国的王室 明显的跟日本的王室不一样啊 英国王室自己有财产啊 活跳跳的 活跳跳 而且不具神格性啊 对啊 日本 日本的天皇不是人啊 完全的 被当成不是人 所以人没有办法 取代天皇的位置 然后跟我们想象里面 我们比较熟悉的 中国的皇帝也不一样 而且他们都站着 他也没有 就是在他那个特别的教旨里面 有没有 他也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啦 就像教旨的东西 但他不是教旨 他不是要提 他并不是要抬着走的啦 一个空间 一个台啦 一个台啦 这样子 他也都站着呢 他也没有一个 有没有 黄座啊 然后仪式的时间都很短 另外一个重要的是 我跟你讲 不管你说像西方也好 中国也好 登基就给人家感觉 就是要坐上那个大座 有没有 会有个座嘛 坐上去 他都没有一个座上去 另外一件事 各位就马上可以意识到 比如说我们总统就职 总统一定会讲话嘛 嗯 或是私人公司的总市长就职 也会讲一下话 有啊 他不是有讲宣言吗 很简单 就是念一个宣言啦 很简单 安倍讲的比较久 那完全是政治性的讲话 安倍有讲 我依照宪法作为一个象征的天皇 如何如何 对啊 就这样就结束了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哦 好吧 这就是日本的这一次 也算是国际盛事啦 我觉得 但他们办起来就是 你像跟英国皇室在办这种典礼的那种feel不太一样 就是说 英国皇室他们还是会在乎老百姓媒体的反应 对不对 然后呢 会让大家很有参与感 这样子 虽然他们还是在西门市大教堂里头啊 可是沿途还是有很多 百姓在旁边 对 看着他们的马车过去啊 然后欢呼啊 撒花啊 什么的 日本就这样子冷冷的 问得好 本来啊 那一天下午 可是又下大雨 那一天下午是要办大游行的 结果前一个礼拜不是 日本淹大水吗 对 死了很多人 所以就不要 说有缩小就对了 就没有 所以就取消 要淹到11月 你看连这种事情 都可以演 然后另外一个当然就是 但这还不无道理 当然就是 就是社会里面是遇到了灾害的状况底下 天皇家或者政治上不应该再有很欢乐的那种气氛 对啊 对啊 这也是有道理的 这日文里面叫做字述 自己归制自己 对啊 这也是应该的 就像刚刚那个我说的那个报纸头版的那个广告 那个也是自己归制自己啊 对啊 能做不能做的事情 你看泰安娜王妃因为她已经离婚了 照理讲她已经不是英国皇室的人了 那她出车祸死的时候 那英国皇室要怎么反应 这就是如果你按照传统 照理讲她们不应该反应的 但英国人就非常的愤怒啊 她不出来反应啊 所以那时候英女皇在苏格兰嘛 然后呢 她才就是就是骂翻了啦 她才回来 然后才出来讲话 然后帮那个泰安娜王妃办了盛大的葬礼 要不然照理讲她已经没有身份了 确实如此 对啊 可是那时候是那个布莱尔当英国首相 工党的首相 然后呢 如果你是按照传统的话 英国人也是冷冷的啊 如果是按照传统的话 应该也就是不痛不痒的一个志士的 就是说表示对 就是因为她已经不是皇室了 你知道吗 那你身为英国首相到底要出来 要不要出来讲话 要怎么样出来讲话 那到底是要用碎金还是不用碎金 布莱尔的幕僚其实是有辩论的 然后后来他们用了一个 就是在英国人的标准 认为就是说是非常有感情的 感情丰盛的一番话 那布莱尔民调就上升了 所以也是政治利用 当然是这样啊 就是说那一天布莱尔到底要怎么反应 影响很大 影响观感很大 那因为布莱尔最后决定了 不走这种传统英国的这种路线 而走了一个比较现代的 就是说因为大家这么的爱戴戴安娜王妃 所以他就很有感情的表达了 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哀悼之后 然后呢英女皇也就听劝了 不然的话他一开始 而且因为大家那王妃跟那女皇关系又很不好 对啊 然后他最后还是出来了这样子 对啊 所以这个就是 你这个皇室在随着时代的演进 对不对 你到底在人民心目中的位置是什么 那你看英国的皇室几乎都要随着时代做一些调整 那因为每个时代他们都有出过很多的丑闻啊 有好有坏啊 对啊 但日本就是选择了一个 这也是一个很聪明的策略 就是说我就是神啊 跟你们人无关就对了 所以我就是一个非常 怎么讲 遥远的处在一个真空状态 跟你们这个俗世无关的一个神圣性在那里 所以他就不需要考虑这些 而其中不是天皇自己决定好不好 那是另外一边的人决定了好不好 是哦 不是天皇自己决定要这样啊 是安倍他们决定了 完全是政治方面的决定 帮他做安排这样子 全部全部 连说不做的力量都没有 是哦 所以现在再来不是 因为因为现在只有男性可以继承日本天皇的位置吗 现在有这样规定哦 现在皇室典范 法律哦 法律哦 以前有女的天皇啊 有有有出现过很多个女天皇 所以现在不可以有女天皇了 现在的皇室典范里面只有男性可以继承 所以再来就剩下只有两三位 如果年纪比现在的天皇小 他就只有一个女儿啊 爱子公主 所以就是爱子就是不行 民间正在讨论 女性可不可以继承天皇 你如果说的要随着 随着社会的变化或时代性 甚至民间的要求的话 理论上应该像英国王室那样 对啊 女性当然也可以继承 是啊 而且以前日本不是也有女的天皇吗 后来改的 出现过 出现过 但是大部分都是过渡性的 当中间的过渡性 然后又回到男性这一边 所以没有做到死就对了 也不一定没有做到死 但是就是又会回到男性 反正就是希望以男性为主 英国也是啊 英国也是也是不得已才会有女皇啊 但是英国的女皇 你看最伟大的都是女皇啊 对啊 伊丽莎白女皇啊 对不对 维多利亚女皇啊 你记得的都是 是不是 日本的如果爱子公主当了天皇的话 比较麻烦的事情是不晓得要跟谁结婚 这一件事情 怕没有人要被 欧洲的话比较 比较简单 清楚一点 因为可以跟其他国家 其他民族的皇室 日本人他可以嫁外国人吗 不行 法律上又没有说不行 对啊 可是他们可以接 那日本的皇室可以跟平民结婚吗 那当然可以啊 现在的 都这样了 现在的皇后就是平民啊 前一任的皇后也是平民啊 对对对 而且前面那个才是第一个平民进入 进入日本的天皇家里面 所以要谁去娶这个公主 就看日本哪个大企业的富二代啊 你这样想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们直接的想法 对日本人的问卷是 哪一个公务员要娶爱子 最适合跟他结婚的 公务员啊 官僚 所以你看 郑立文小姐马上说了 大企业有千人 对 类似那一种 希望东大毕业这样子 高级官僚 所以你看啊 日本社会里面那种 权威感或社会地位最高的 确实是公务员 东大毕业是不是 确实是高级的公务员 那京大毕业呢 不行 真的就有差好 京大毕业只能拿诺贝尔奖好不好 然后负责到世界各地去玩耍探险 这么好 那京都大学感觉还不错啊 京都大学负责全世界 东京大学负责日本 所以在日本人的眼 日本人的眼中就是这样的感觉吗 对 所以你刚刚的回答 我是从你刚刚的回答里面 你马上说啊 有钱人娶了他 或嫁给有钱人就好了 不是 在日本这件事情不会事先 比如说大明星好了 大明星在日本很少嫁给我们这里所谓的小开或富二代 不会想说嫁入豪门这样 当然我真的 我只要碰到日本 日本人也有机会就问他们 富二代跟富二代的日文是什么 我倒是要想超久的 小开的日文是什么 想超久的 表示那一方面的语言非常不发达 我们这里不用解释嘛 小开是我们本来的说法 富二代应该是中国大陆传过来的吧 富二代 大概吧 好吧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回到节目的现场 在请教为什么日本人敢霸凌公主这件事情之前 这个产经新闻的 这要怎么讲 爆头 爆头 就是产经新闻这个logo的旁边的爆头 它还登一首诗 对 和歌 这是报社 就传统的 报社每天早上登一首诗 报社每天都要养很多文人 好好哦 然后在养那个下棋的人 你有朋友嫁给下棋的人 你朋友真的很多 真的 产经新闻 你奖金都超高的 做了非常多公益性的活动 你现在在说谁 你说报社吗 报社 报社这种集团 而且来跟各位报告一件事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日本的报社没有老板 我今天拿来这五大报啊 从发行量开始 最大的是独卖新闻 再来是朝日新闻 朝日新闻 再来应该就是日本经济新闻 再来美日新闻 产经新闻 这样的顺序 不管是左还是右 都没有老板 变成社长的人 就是总经理的人 法律上的公司的最高的负责人 都是记者 他都不是出钱的 都是记者 好好哦 像郑立文从22岁 从台大法律系毕业之后 进入某一家报社 这么优秀 然后写很多厉害的东西 很会采访 也许50岁的时候 变成报社的最高的人 所以所有的报社老板 都知道记者在干嘛 所以不会干涉的 不敢干涉 台湾的媒体的电视台 比较严重啦 都不是媒体出身的 另外一件事你又提到了 日本的所有的报社 都跟电视台连在一起 所以独卖有独卖电视台 朝日新闻有朝日电视台 而且它本来比较大的都是报纸 因为报纸的发展比较早嘛 对 而且都连在一起 所以另外一边一样啊 电视台的老板 甚至广播电台的老板 都不是有钱 都不是资本家 你想想看产经新闻 它的报头不是什么股市行情 它的报头是一首诗 好好哦 每天都早上有一首诗可以读 会不会读另外一件事 会不会读另外一件事 而且你看后面 它这个诗的名字就是初秋是不是 对 所以日本的 不管是排剧短歌 都是和歌 都是跟季节有相关的 所以你必须去理解记者 所以像最贵的报纸 日本经济新闻 180块日币 产经120块 好像有阶级一样 很贵 你看它的背后最后一页 日本经济新闻的最后 就是我 就是都是文化人在写的 就是都是 还有连载的历史小说呢 我们台湾也有副刊 超级 叫做副刊 我们现在副刊越来越弱 对啊对啊 所以 不好看 值非常高 而且大部分很多都是中国的历史故事 以前司马辽太郎 陈顺辰 的之类的历史小说 每天连载 还有更重要的 这边厉害 日本经济新闻介绍一下 都有大大的 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或 写的人生的最后的回忆录 叫我的履历书 这个都会变成书的 每天连载 连载这件事 李登辉的还在连载吗 李登辉在产经新闻 李登辉的 李登辉秘路 最近没有什么爆料了 怎么都没有人在讨论了 写的记者 我这次也碰到了 何启先生 何启先生就跟我讲 我写的秘路好像都不是秘路 好像没有什么那个 告诉大家 为什么是日本人敢霸凌天皇的小孩 天皇的儿子的小孩 所以你看 所以天皇没力 第一个你可以怎样解释 天皇家真的没有自己的力气 比旁边的人更没力 实质的力 物理性的力更弱 所以你跟我当同学 不过这是普通人而已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霸凌的构造 霸凌的构造在日本社会里面 从小到大 从出生到死 全部都存在 一定会遇到 全部都存在 我们会觉得说 大概过了国中高中期之后 就没有霸凌这件事 不好意思 日本人因为是组织的社会 所以你进了公司之后 日本人就是喜欢霸凌人家 或者互相知道什么叫霸凌 所以一进了一个空间以后 进了一个space之后 马上会意识到 那个空间里面的老大在哪里 实质的老大在哪里 不要惹他比较好 或跟他变成同一边比较好 还有最近 这个讲一下 各位就 到底能理解不能理解 我不知道 但是你会很惊讶 国小老师被其他的老师霸凌 这才刚刚发生而已 在神户 就是在学校被同事霸凌 对 让他吃很辣的 让很辣的那个 咖喱饵 就是咖喱饭 然后就是小朋友一起吃的 所以那个那个那个吃饭的地方 小朋友会害怕不进去 很多人不去上学 小学的二十几岁的公立 公立学校 公立学校的二十几岁的 新进去的老师 被其他的三十几岁 四十几岁的老师 集体霸凌 各式各样 他列出了一百项 因为就爆发了 律师介入之后 就是每一天想尽办法 修理他 各式各样一百种 就是他 我被霸凌了一百种东西 一百种事情可以举出 各式各样 你听不完的 被淋热水 你看大人 二十几岁 那你会说 那就辞职就好了 或者是提起司法诉讼 你看日本人就真的很能忍 也不能够在学校里面 提起complain 不能跟校长报告 校长说不知道 才厉害 就是一定的 故意的 所以构造型 是结构型 好怪异 所以每年都有小朋友自杀 现在讲的是老师 每年都有国中 国小的学生 就被霸凌受不了 老师一定都说不知道 老师只是没告诉他 我也被霸凌 好不好 好奇怪 因为日本人 为什么这么喜欢霸凌人家 而且又那种 很阴的方式 上下关系 所以日本人 跟我们比起来 像我是超级 超级阿卡路 就是我是超级 怎么说 我是超级 不阴暗的那一种 这是我 超级乐观 或者是 另外一个就是随便 我是随便 不受限制 乐天派的 乐天派的 不受限制的那种 我这种人在日本 是没办法存活的 完全没有 在日本的组织里面 完全没办法存活 不容易存活 所以日本的特征 你不觉得 每个人都安安静静的 特别是进入大组织里面 为了在那里面存活 他学会了 比如说不讲话 然后不有多余的动作 然后大家做的差不多 连穿衣服都差不多 你进了日本的电车 几乎每个人穿的都差不多 上班时间 每个上班族 不管是大公司小公司 不管你的职位是什么 每个人穿起来都差不多 因为就是不想要突出自己 对 不想要跟别人不一样 突出来了就会被 就会被霸凌 可能 除非你很强 不过一般来说 产生原创的东西 跟艺术家 厉害吧 所以在困顿里面 才能生出新东西 另外一个 必须再追加的是 霸凌者同时也是被霸凌者 所以两边同时存在 你是霸凌别的人 同时也被霸凌 所以你两边的结构 完全都知道 所以每一个被霸凌者 同时也是在霸凌别人的人 所以他们 日本家暴一定很严重 家暴也附属在这里面 不过 一般来说是外面的组织 学校 而且啊 学校的霸凌啊 我们不是家长 马上就会介入吗 拜托 大学的教授 某一个清英大学的教授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经验过 我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竟然跟我说 不好意思 日本的家庭 在社会组织里面的位置很弱 就是家长去介入 小孩子之间的霸凌问题的时候 也没办法 丢脸或是没那个力气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对啊 台湾的父母还得了 家长还得了 父母没介入 舅舅也介入 舅舅没介入 舅舅也会去找研究标好不好 一定的好不好 对不把你学校给掀了才管 马上校长就知道了 怎么会不知道 哪有到死人才知道的 议员就介入了 你常常做这种事吧 没有啦 我倒是没有遇过 因为你在台湾霸凌没有很普遍 因为我们可以逃离 但是没有很普遍 比如说我们在公司里面被欺负 我们换公司就好了 开除老板 开除上司就好了嘛 从25楼变成去24楼也可以啊 是做得到的啊 对 差一楼而已啊 对 而且还比较早到 但是 24楼是什么公司啊 我去了解一下 像日本的话 日本的话 他因为离开公司 离开一家公司 对你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我们是靠着换公司来长自己的心碎 所以日本也没有挖角这件事 比较少 相对的少 所以也就是说 宁愿用22岁的大学毕业生 好好的自己去训练 让他变成自己的这一边的人 而不用 已经28岁30岁30几岁 在其他地方待过 所以那个叫中途采用 然后前面那种22岁叫新竹采用 就刚毕业的人的采用 后面那种会占优势 22岁进去的人 这家公司是他的 他比较可能变成社长 好谢谢陈永峰老师